主席在上一节我的发言里面 都特别提到 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新时代 香港要掌握商机 香港要不被淘汰 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 政策的离定当然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说成立数字政策办公室 我是举确赞成 不过现在这个办公室 其实将现有的两个部门合并了 包括资科办和效率促进办公室合并 文件里面也说 其实不会增加很多人力资源 因为主要是增加了助理署长的位置 其他都是原底的纲位合并 我觉得就这方面 其实我的关注点 就不是在人力资源 要多一点 因为少一点的问题 而是 现在要说 真是一个很高层次的工作 那么 现在政府的团队 那里面当然是国有职责 他说 现在做得好与不好 市民自有评价 但是现在要成立的是一个 真是很高层次的 来定这个数字政策 协助政府 你定定 高专厌足 为香港掌握这个数字经济 为香港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新时代 是真是提升竞争力 这里究竟是整体的领导 究竟是怎么样呢 我真的很担心 你真是说 原底的 合并在一起 然后呢 就写到洋洋洒洒 的工作目标 职责 是否就等于 这个就会变成 一个真是有高质素 有领导能力 是能够帮政府 来定这个数字政策 一个这么重要的团队呢 其实这个真是我有疑问 何况呢 譬如这个 就是下车促进办公室 那样 真是不好意思 讲句真是很多市民 都不知道他究竟是 在做些什么 是有些什么贡献了的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怎样令到市民 对这个数字政策办公室 是有信心呢 这个就是我提出的问题 谷长 我想数字政策办公室 是去年特首在施政报告中 明确提出来的 这是因应新形式的发展的需求 刚才很多议员也提到了 这个大数据局等等等啊 这个应该说是被相关的方向呢 迈出了一个重要的一步 那么新的数字政策办公室 实际上不仅仅是两个机构的合并 实际上这个特区政府赋予更高的职能 这个带动以数字驱动作为引擎 来带动整个特区政府数字的数字政府的建设 而且为未来香港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 要提供重要的政策 所以这个办公室责任重大 当然权力增加了责任也增加了 包括推出一些这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措施 包括未来的数据治理 还有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数字基建 任务繁重 还有很多议员关心的就是 怎么样跟产业的发展相配合 所以特区政府对这个新的办公室是寄予厚望 那么在成立的过程中呢 人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其他现有各个工作呢 已经是做了相关的配合相关的分工 但是新增的这个职位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应应新的发展的需求 特别是跟国家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参与大湾区建设 因应这个数据流通 数据治理 数据过河 跨境通办 这些都是新时代产生的新的问题 我们需要有更加的专才 具有一定级别 能够参与整个工作的建设 这个新增的首长级公务员 是整个这个未来数字政策办公室 是领导团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议员 那么我们相信呢 这个位置的增加 对于数字政策办公室 在未来的这个发挥重要的角色 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您刚才提到的 怎么样让市民知道 这样更了解这个数字政策办公室的情况 我相信未来呢 在这个数字办公室成立之后呢 相关的这个同事啊 要做好解说工作 宣传和推广工作 谢谢弩议 主席 刚才局长呢 其实都可以说 都是说回我们的期盼而已 那么其实局长讲的说话呢 我绝对支持的 但是正因如此呢 我们既是支持成立这个数字政策办公室 但是是否真正铁能打成钢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 可以说未有好有信心的地方 那么当然了 我们不会说不让他们尝试 但是我想真的要说要算在前 这个是我们的期盼 也是市民的期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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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